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N的Yan Yan 今天的法语小教室 会和大家讲一下 关于剑击的法文 我相信大家都突然之间 很需要恶报一下 这些关于剑击的知识 我自己去搜索的时候 发现原来法文是 剑击的official language 所以就等我这个剑击的门外看 带有少少法文 就和大家讲一下关于剑击的法文 首先就是剑击 Escrime 国际的剑击组织 叫做FIE FIE是什么呢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crime 即是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encing 但他们就不会用IFF 就是用FIE 第三个字就是剑击的场馆 La Salle 它应该的感觉就好像是 油道或者空手道的场馆 我们是会叫它道场的 所以法文也有个专用的名字 就叫做Salle 运动员比赛的地方 即地下的比赛范围 就叫做Piste 好了 讲完场地 就讲一下它的装备 首先有这个 头盔 头盔那些 没有特别说 一定要用法文 但是 它的衣服 部分是通电 他们就会说叫它做Lamée Lamée 其实有层东西在表面 然后就是剑 很重要的剑 剑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Fleurée 即是花剑 英文就译作Foil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叫Foil Fleurée Fleur本身是花 所以中文译得很好 即是昨天我们香港的选手 拿了金牌的项目 第二种剑就叫做Ippie 就是重剑 重剑就是我们女子队 有代表参加了女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 就是重剑Ippie 第三种就是Sabre 但是他们英文就叫Sabre 或者中文的配剑 他们三种的剑都有不同的得分方法 它那个Lamé也是有不同的得分部位 花剑最小的部位就是Torso 对了 只是Torso 然后另外那两种 那个得分部位 有一个是半身 有一个是全身的 那它得分那一刻 那一刻刺下去那一刻中了 就是Touché 花剑和重剑就是要尖尖尖刀 Torso 但是Sabre就可以是整个 就是砍下去都是有分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昨天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快 那么快看不清楚 也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原来劍击的物件的移动速度 是除了射击之外是最快的 所以是肉眼看不清楚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都是等慢镜重播 才可以知道他们究竟是哪个捉到哪个的 好了 那说完这些装置之后呢 最重要当然是比赛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讲几句话 就一定要用法文的 除非是Local的比赛 就可以用Local的 例如在美国就会讲英文 在香港就可能会讲中文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真的没看过香港Local的劍击比赛 所以我就不知道香港他们的劍击比赛是讲什么文的 但是去到国际赛 就一定要讲法文的 第一句他们会讲的就是 en garde en garde 操续一些翻译就是 纳格撑 或者是alerte 这样的意思 第二个字呢 他就会讲 près 是问号 或者如果女孩子的时候 那个裁判都知道 就会讲prète 你就知道几烦的 有分男和女分女 所以男的时候就讲près 女的时候就讲prète 就是问 Are you ready? alerte alerte 然后最后就会 ali 就可以开始打 go 这样的意思 如果开始了之后 他想停 裁判想停下他们的时候 就会说at 就是停下 这个意思 我在research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 就是他除了红牌和黄牌之后 就有一个牌 叫做黑牌 就是black card 黑牌是立即赶出场的 就不能再比赛 那在什么情况才会得到这张黑卡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你不respect你的对手 其中一个不respect的sign 就是你在比赛时 你的身体是转着面 即是用背部对着你的 opponent 就会被抛卡 然后就不用再玩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注重 这个respect礼儀的一个 运动项目 今天要讲 关于劍击的法文 就是这么多 希望这个视频 可以帮到大家 少少 你们之后再看这个 劍击比赛的时候 就会可能 pick up到一些 我知道这个为什么 大家和我这个门外汉 一起去为这个香港队加油 因为未来应该 还有一个男子组的团体赛 香港的运动员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为他们打气 今天就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